西海岸大道的建设工程将会迎来最后阶段 是的 霹雳行政议员郑国林今天宣布 衔接木威和新路口35.5公里西海岸大道路段 已经来到最后的施工阶段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可以赶在农历新年前通车 郑国林也强调 一旦大道开放 路程不但会缩短30分钟 更会对沿路城镇 尤其是迎来开布150周年的太平 更是一记旅游和工商业的强心针 这条从木威衔接新街口 长达35.5公里的西海岸大道路段 已经来到施工最后阶段 掌管霹雳科学环境与绿色工艺事务的行政议员郑国林 今早巡视施工路段后表示 这最后一段大道 有望赶在农历新年来临前建成并通车 一旦完成 这代表西海岸大道 未处霹雳州境内的所有路段都全面落成 至于连通雪州万金的其余路段还在施工 整个工程有望今年内竣工 如果这一段开了 就我们霹雳州 在霹雳州 西海岸沿海大道 这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全面通车了 剩下的就在雪州的到板丁 应该会在明年逐步的再开放 也是后廊区州议员的郑国林透露 采用由庄级遮令前往穆威的大道 将节省大约半小时的路程 无论是从太平北上槟城 或是南下巴胜港口 也不再像现在的路段那样耗时良久 以前假如是要两个小时多三个小时 才能够到达太平的话 可能他们就不会做日旅 现在可能这个路程速短到一个小时半以内 我相信这些油脂将会大数额的去增加 因为变成可以做日旅 由雪州万金衔街霹雳州 张吉遮令的西海岸大道全长233公里 霹雳州路段长139.2公里 公共工程局为了配合施工 已经从昨天起关闭张吉遮令收费站一带的道路 同时设立了替代通道 方便民众往返直弄和太平 和太平洋平青 科学院 др股 估计吉遮令的 独特异 和太平洋 不同的 公共工程庆